大年初四 臺北市疫苗接種開打 市長柯文哲一早到東區地下街 七號廣場視察 施打區留關區柯文哲親自走一遍 北市衛生局加開初四到初六疫苗接種 可預約2.1萬劑BNT 共有一百間診所 加東區地下街中型接種站 提供給民眾施打 第一天上下午預計各接種七百五十人 不過只限定一月二十五號 在市府疫苗平臺的預約者 另外初四早上九點 北市預約平臺重新開放 加開BNT疫苗追加劑 共六萬八千三百八十七劑 預計七到九號接種 截至九點三十分 已經四千八百六十三人預約 會不會怕BNT預約冷清 柯文哲很有信心 不會啦 其實BNT跟莫德納在醫學上一樣好 你不打BNT也沒有那麼多莫德納讓你打到 至於新北市初二起 加開中和環球接種站 提供莫德納BNT 每日限一千人 桃園初四初五農民服務處 桃園巨蛋體育館都能免預約打疫苗 其他縣市也都有開放 超過一半是沒有症狀或症狀很輕 醫院看絕對給他做PCR 然後只要找到一個再去缺你 這個戰術 我現在為止是沒有很明顯的擴散 我們台灣目前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群體免疫了 面對Omicron來勢洶洶 各縣市繃緊神經 過年防疫沒有鬆懈的本錢 三十一位提前海中 聽不到